好 那麼我們今天的話呢 要麻煩各位您先做一件事情 您先進入到我們這個OneNote 這個翻轉學習平台 應該同學大部分沒有用過這個平台吧 沒有 都是第一次對不對 那這裡呢 您如果要加入的話呢 有兩種方法 第一個是用社群的方式 你就可以直接進來 第二個呢 您可以選擇 就這裡還沒有帳號 那用一般的Email的方式來做註冊 那如果你是用下面這一個 它會集中認證信給您 您就要去收信一下 那麼如果您用上面這個社群帳號就 有登錄你的這個社群帳號就授權之後就OK 這是比較標準的方法 那麼 除了這個以外呢 如果你覺得你今天是來當客人的 你就簡單一點 你來這裡 滑過這個訪客登錄之後呢 你找到這裡 有沒有 取得訪客代碼 它會給你一個八位數的 八位數字 你可以把這個號碼記下來 那麼記下來之後呢 那麼下次你要繼續使用 你就用相同的代碼 直接打進去就好了 打進去就可以 那你看喔 我們就來這邊 按一下 有沒有取得這個八位數的代碼了 你就把它記下來 這個部分大小寫 都是小寫的 跟數字 那如果不小心 你按了我了解 反正剛剛那號碼你一定沒記起來嘛 老師 我這台沒有忘記 好 您進來之後呢 萬一剛剛你忘記的 請看 右上角有沒有一個 有沒有你剛剛的代碼還在那裡 好 所以如果你剛剛不小心 代碼忘記了就從這邊進來 那麼您進來之後 建議各位您可以先來這邊喔 如果你用訪客的 你可以來這邊編輯一下你的個人資訊 把你的姓跟名寫進來 這樣我就會比較知道你是哪一位 好 那您進來之後呢 萬一這個翻轉學理平台比較特殊 就是在於說 除了我們今天會用到的 那你在上面也會看到很多別人分享的 那你不小心就會看到我的啦 那我們來這邊看一下 您進來之後請在這個發現裡面 有一個叫做群組 好 這個地方 群組就類似我們的課程 所以我們的課程的資料 好 放在這裡 您從這個地方進來 有沒有看到我們學校的名字了 這裡不要看 看上面 這樣很了解 好 你就知道我是哪一位了吧 好 反正我的資料上面很多啦 上面很多齁 那這些呢 都是公開的 也就是說如果你回去之後 你想要看我其他課程也是OK 也是OK 你就加進去就好了 好 那你進來之後 然後點了 有沒有發現右上角有一個叫加入 好 對了 我讓各位用視窗模式好了 你們這樣可以同步操作嗎 對不對 這樣 有沒有比較人性一點 好 所以你就按加入就OK了 好 加入 這樣就進來了 你就會看到我們今天的所有資料都放在上面 因為各位你應該有發現 你今天是不是只拿到一張假藝而已 還給你A4的 對不對 這樣有沒有很寒酸 因為我們所有資料通通放在上面齁 如果全部運出來真的太多了 太多了齁 所以您可以從這邊這樣進來 這樣有沒有問題 可以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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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